國民黨是寬宏大量 但是寬宏大量是對哪些人 對有實力的人 林菁姐是有實力的人 不然陳玉珍也不會嗆啊 你敢開除我黨籍嗎 你看陳玉珍絕對沒事 許小青絕對沒事 羅志強也不會有事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說要開除 要除非他們的是誰 不是朱立倫 是金輔聰 金輔聰是一個 失去刀子的飛刀手 他是一個金小刀 他有飛刀 沒刀啊 沒刀拿什麼 拿饅頭丟啊 還是拿衛生紙丟啊 不會痛啊 金小刀是什麼意思 尖閉親眼 非我竹類一律朱殺 那個朱立倫說 好啊 你殺沒刀啊 你只能把猴瓣殺你知道嗎 所以林菁姐這次被口頭警告 我覺得國民黨的那條線 已經劃出來了 每個人都有一次的機會 每個人有兩條命 第一次是要警告 不要有第二次 所以你看這麼多區 都有一次 大家不要緊張 國民黨是個寬宏大量的政黨 我讓原資先來好不好 林菁姐的部分 你怎麼沒事 他怎麼有事 差別在哪邊 因為你不是也跟郭董 有一個 沒有 我沒有跟他同台 董事長 董事見面會 你是不是坐臺下坐第一排嗎 他還說歡迎原資加入郭振營 可是昨天我們看到林菁姐 他就是在現場 在那個順勝宮的現場 就發了這樣的一個扇子 立委支持林菁姐 總統力挺郭台銘 結果差一點包起來 不過好事是 每一個人都知道說 原來只有口頭警告 那之前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打一次的擦邊球 是這樣嗎 我先藉這個時間澄清一下 因為很多網友誤會我 他說第一個說我挺郭台銘 我沒有挺郭台銘 第二個說我讚郭台銘的台 我也沒有讚郭台銘的台 那我先講一下 我跟林菁姐的差別 林菁姐他是有同台同框 同時受訪的 這個當然是比我們嚴重 我是坐在台下 如果我 那同台同框 許曉星也有 對 她也有 我先講後的部分 你也是同框 如果我坐在台下 他在台上 我剛剛有同台 那我還跟劉德華合唱過 他在台上唱 我在台上唱 所以這完全是不一樣的狀況 你是拿門子的筆 不一樣的狀況 我跟他傻掉了 我亂掉了什麼 劉德華又扯進來了 第二 我沒有發言 我沒有說我支持郭台銘 但林菁姐昨天其實他有說他支持郭台銘 所以這就有點踩到紅線 第三個他發扇子 扇子上面寫說總統支持郭台銘 立委支持林菁姐 所以今天早上 我們市長部才開考季會 但是林菁姐的說法 後來市長部有採納 覺得他是無心的 所以就給他口頭告誡 那林菁姐的說法是說 我說支持郭台銘 那我沒有說支持他選總統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那個扇子 不是他現場發的 是那個之前做的 然後放在廟裡面 然後現場有人很熱 然後廟方就把那個扇子拿出來發 所以那只是扇子 不是文選品 那他的解釋是怎樣 好聚責 不是啊 這樣子考季會也相信 對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不管有人信不信 怎麼可能給他黨紀處分 那這樣不公平 我等一下再讓你解釋 因為將軍不公平 你是被開除了 對 我到現在還沒有拿到開除的那張公文 到現在還沒有拿到 他還希望你回國民黨 對 所以林菁姐 林菁姐第一時間 我都已經無黨籍議員了 對 他只是沒有給我那個名分 說你現在也不是國民黨 對 他沒有給我 那林菁姐 我跟他說 菁姐 你不要緊張 我都沒事 我知道名義上被開除 到現在還沒有名分 就像我跟我老婆結婚 然後現在沒有結婚證書 你說怎麼辦 沒有登記 國民黨是寬宏大量 但是寬宏大量是對哪些人 對有實力的人 林菁姐是有實力的人 對 不然陳玉珍也不會嗆 你敢開除我黨籍嗎 你看陳玉珍絕對沒事 許小青絕對沒事 羅志強也不會有事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說要開除要除非他們的是誰 不是朱立倫 是金輔聰 金輔聰是一個失去刀子的飛刀手 他是一個金小刀他有飛刀 沒刀啊 沒刀拿什麼拿饅頭丟啊 還是拿衛生紙丟啊 不會痛啊 不會痛 朱立倫根本不甩他 朱立倫的做法是 我是要政黨輪替大聯盟 我要載領大聯盟 金小刀是什麼你知道 兼備親眼 非我族的一律朱殺 那個朱立倫說 好啊你殺沒刀啊 沒刀啊 你只能把侯伴殺 你知道嗎 侯伴發言人砍 侯伴的某個人砍 砍到最後侯伴沒人 侯伴沒人 國民黨不能給你砍啊 國民黨是我朱立倫的 不是你金小刀 所以金小刀 你要砍儘量砍侯伴的人 砍到後半最後面 侯伴沒人 剩下金小刀跟侯友宜 這種選的才熱鬧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擔心 你各自為自己的選票而努力 像林靜杰真的冤枉 林靜杰如果不這樣做 我告訴你 他2020年很慘 對 所以我們要體諒他 所以林靜杰這次被口頭警告 我覺得國民黨的那條線 已經劃出來了 每個人都有一次的機會 每個人有兩條命 有兩條命 第一次是要警告 你不要第二次 所以你看這麼多區 都有一次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國民黨是個寬諷大量的政黨 來 坤宇哥 我覺得林靜杰這些事情要 仔細的研究一下 為什麼呢 林靜杰不是普通人 林靜杰是一號猴粉 一號鐵桿 他也是最早幫 猴友一辦女猴大會的人 辦那個什麼猴栽雷 對不對 那個是他第一個來辦的 你看他之前在我們這個五月多 六月 他來我們節目 那他一路幫猴友宜辯護 辯護到幾乎翻臉拍桌子 然後最後還要送人家什麼花生糖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吃過 還有金牛角 那他是 他我們所有人都認為 他是鐵桿猴粉 不管他受多大的壓力 他那一區可能有 怕郭董人家提名去找他 破壞他的選區或幹嘛 然後郭董在那邊有土城的工廠 有他的員工 都有都好理由 但是那個事情可以怎麼做 那我就跟郭董一起去拜廟 我們去拜廟的時候 然後就 郭董 很親切 老朋友 關鍵字不要說 對 關鍵字不說 這就解決了 而且那個扇子 我講實在話 說什麼 是以前怎麼做的 我根本就 他說五一二的時候 五一七才徵招 五一二的時候 扇子就已經做好了 他的做法是這樣 那個扇子一定是他自己做的 對 他們自己做的東西 你這時候拿出來發 他扇子做了 然後說放在順勝公 順勝公的人 天氣很熱 就把他拿出來扇了 這個不管什麼理由 其實最關鍵是那把扇子 那把扇子是鐵證 是物證 其他人都還沒有物證 其他站站台撐一下 還有模糊空間 那這個是鐵證 你怎麼會做到這種地步 所以鐵證只有警告 而且還有一個 最讓大家擔心的 不是擔心 就是讓大家思考的事情是 他是鐵桿 他可以說猴粉中鐵桿的鐵桿 鐵桿中的鐵桿 這個鐵桿那個腳怎麼開叉了 怎麼現在開始腳踏兩條船 劈腿劈得很大 對 劈得那麼大 那是不是他自己都感覺到猴 而且是在新北 猴的狀況恐怕沒有外面 他們宣傳的那麼好那麼穩 所以他不得不去劈腿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這個我覺得 他的狀況 其實他的解讀 其實猴的狀況 可能腳下虛浮的狀況 已經出現了 不說白啊 不是不是 因為郭台銘 他有宣布參選嗎 還沒 還沒 那怎麼還沒就有 我應該是講 應該是講說林金傑 其實某部分說真的 他也很無奈 但說一句 說一句實在就是 他應該要怎麼樣回答黨中央 讓社會觀感會比較沒有那麼差 就是這是郭 郭董那時候五月份的時候 他想要選總統初選 他自己幫我送送給我的 我又不敢發發在廟裡面 這種講法搞不好 國民黨能接受度 你們怎麼都會交這些人這麼講 說不定他今天在辯護的時候 有這樣講 對 我跟你說 其實六月六號 他侯篩聯合委員會成立的時候 強力挺侯友宜 事實上在之前 國民黨的很多小雞 郭台銘說真的啦 光一年的紅利發了多少 九十幾億 扣完稅還有六七十億 我請問的啦 大家哪一個人不會想 立委候選的哪一個 不會想要郭台銘的資源 我可以拿誰賭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那只是後來的氣氛 甚至於林菁姐 知道黨中央的立場的時候 他馬上跳回來 支持豪塞蕾 幫他成立後援會 這無可厚非嘛